刘亦菲搭档的陈晓是资深的古装男神陈晓 杨幂搭档的龚俊 也是十下风投正进的人气小生龚俊 只有刘诗诗搭档的刘宇宁资历上前 引来颇多争议 刘宇宁的人气虽然不低 但以往多以男二的角色居多 她先是在迪丽热巴主演的《长河行》 《安乐传》中担任男二 再说英雄谁是英雄中也是男二 可以说是万年男二的存在 在杨超越 《迪丽热巴》的女主剧中 刘宇宁尚且只能担任男二 为何到了刘诗诗这儿反而成了男一 其实仔细一看一念观山的阵容 就不难看出 不是刘诗诗资源降级了 而是刘宇宁资源升级了 一念观山除了刘诗诗刘宇宁 还有方一伦和蓝道成浩宇等 新生带人气演员 甚至还请来了叶亲王艳陈都林 张芷西辰又为黄孟吟张天阳等人的加盟 剧中的配角有几位在其他剧中 都是独当一面的主角 还有家行的黄孟吟 欢瑞的张天阳 都是S加古偶剧里的金牌配角 有他们抬轿 一念观山的阵容相当的壮大 几乎不输任何一部S加古偶剧 网友还表示剧中的女配都是高颜值 但心柔诗是欧不住全场 不过同样的压力 放在刘宇宁身上却不存在 刘宇宁长相秀奇 扮相一股一惊 尤其是189厘米的个头 更是秒杀了不少男演员 这些年她从一个网红歌手到明星 再从明星到演员 之前虽是从那二演起 但积累了不少古偶经验的她 完全可以尝试下男主角 不过刘宇宁官宣的男主剧 可不止一念观山一部 除了这部古偶剧 刘宇宁还官宣了一部现代剧 只是和一念观山比起来 另一部却备受争议 这部现代剧便是刘宇宁和刘涛 秦海陆主演的《做自己的光》 这部《女性成长力之剧》讲述了 三位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 面对职场与生活中所遭受的困境 不为压力贪婪而行 重塑行业和自我的故事 刘宇宁虽然是男一号 但只能算三番 据悉 她在剧中扮演的蒋俊豪 和刘涛扮演的和欢有不少感情戏 引发了网友的不满 90年的刘宇宁和78年的刘涛 相差了十多岁 两人却要在剧中扮演一对情侣 不少吐槽是母子恋 对此 有人觉得 刘涛也就大了刘宇宁十多岁 说母子恋不至于吧 顶多算姐弟恋 但也有人觉得 母子恋说的不是年龄 而是长相 刘涛长得本来就挺显老 双方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 其实 做自己的光是一部剧 将女性的励志剧 里面的感情戏并不算多 更多的是几位女性的成长和变化 还是值得一看的 刘宇宁一连官宣了两部男主剧 还是一股一惊 虽然不是一番 但也成长了很多 作为支持她的粉丝 应该支持她 应该支持她尝试更多的可能 相信积累了一定经验后 她也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男主 也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男主 还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男主